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其實從小燈泡事件 到鐵路警察被殺害 到今天這個超商 女店員 其實我覺得思覺失調 傷人的事情還蠻多的 就看新聞 你看剛剛看到七十一歲的老婦被攻擊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李醫師 我想想說 我們覺得想過 狗要怎麼搞死 這其實一般人不想這樣想 一般人其實不大會這樣子想 狗要把他咬死很困難吧 是 馬醫師 我不知道怎麼下手 我不知道 徒手 我不知道怎麼下手 這種人就是我們無法想像 那再請教 他為什麼不吃藥呢 一個部分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目前看思覺失調症 我們比較認為它是一個大腦病變的情況 那像剛剛這個瑞德大哥提到的 就是說怎麼會想要說去咬狗的這個事情 而且咬到死 對對對 其實有一個指標性的這個歷史性的案件 它是在發生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英國工人 他在施工的時候 那個鋼筋從這個大腦穿過去 這人沒死 但是他的前額液被破壞了 那之後就發現 這個人開始變得喜怒無常 具有攻擊性 要有暴力的風險 對 所以慢慢的 我們在疾病模式上面 就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這個生病的狀態 當他的前額液的功能 受到影響的時候 他的這種理性制約的能力 就會消失了 或者是減弱 那就會出現一些非常非常原始的 這種攻擊性的行為 所以我們在看在咬的東西 在咬的這個動作 他其實比較是這個 我們講說動物稱刺的 就是我們原始大腦 才會想到這樣 要去攻擊別人的這種行為 那當然他是在一個這個疾病變得 像是相當嚴重的狀況 才會衍生出這個情況 那剛剛有提到說 這一個人有實覺失調症 那他又有這個車禍 腦部受傷 大概不清楚腦部受損的位置 但是如果是在前額液的 這個區域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去加重這個情形 那我請教你 為什麼他會攻擊超傷 你電源的眼睛 一直被眼睛握出來 那這個部分 其實可能性就很多 因為有一些這個個案 他在攻擊的時候 已經處於那種極度亢奮的 那種狀態 因為他身上腺素 分泌的非常旺盛 那腦部也是處於一個 這個神經荷爾蒙的風暴 所以有時候他在做什麼 那種攻擊的行為 那因為是比較重度的 比較激烈的 所以他不一定會去選擇特定的部位 那但是因為五官剛好就在頭部 不是因為我眼睛看著他 所以讓他覺得我的 我在想要攻擊他嗎 這個部分也有可能 延伸 這個部分也有可能 像我們自己的這個精神病院裡面 過去也曾經有過工作人員的 這個眼睛被攻擊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個案他覺得說 你好像在盯著我看 在針對我 想要害我 也是思覺失調的嗎 是 也是思覺失調症 但是除了思覺失調症以外 其實精神疾病很多種 像這個妄想症 也有類似的症狀 那像這個失智症 其實失智症是台灣 非常普遍的這個精神疾病 那我自己治療過失智症的個案 有一些是合併季度妄想的 有一個阿伯 就晚上回去處理的時候 看他太太偷竊 幾歲 七十幾歲 拿一個鐵頭 鋤頭 就站在門後面 那有可能七十幾歲的老太太 也要給他偷竊 對 所以才叫做妄想 他也找不到證據 所以這個才叫做妄想 所以類似像這種的 他想要把太太 如果拿回來的時候 要把他給予死 所以這個情況在台灣 在病症沒有好好治療 跟控制的狀況底下 有一些個案是有的 但是其實這個畢竟是少數 像剛剛這個文博士 這邊提到的一樣 就是說很多人希望好起來 那如果說假設在這個過程 因為社會的一些 這個矚目的案件 讓他們好起來的 那個空間受到曲線 那我問你 精神 我們現在講的失覺失調 這個可以假裝嗎 這個部分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如果說打 假設他進到所謂的司法程序 我們司法程序在判斷 一個人有沒有這個 失覺失調真的工具很多 那大概醫師的問診 就是我們講說診斷性的會談 這個是一個 那當然他也可以去做心理測驗 就心理橫見 那心理橫見 其實中間有幾個項目是專門針對詐病的 就是他可以去檢測 你有沒有詐病 可能性的這種測驗性的項目 那有人講 有人想詐病過嗎 有 有嗎 有人想要假 也有人想要假裝 因為脫離行者 脫離行者的這個部分 至少我現在目前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看到有類似 因為他想要假裝 而最後真的逃過去 那為什麼他要詐病 這個因為他有他的動機在 像有些個案是希望從中間 因為他有精神疾病的 這個過去可能有過這個診斷 或者是因為現在臺灣就醫很方便 所以我可能是到這個 這個醫療院所去 那就這個講說我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那開個藥這樣子 他就會有這個診斷 那對他來講 他可能會有這個減刑 或免刑的誘因 那當然他就是有可能會藉由這樣子 想要來達到他的這個目的 但是這個畢竟還是少數 因為真的有這個精神疾病的個案來講 這個其實我們問過很多病患 對 我坦白說 他們有的人是寧可進去關 寧可進去關 因為他會覺得說 因為沒有病死感 所以有些個案他會覺得 我沒有病 我不要治療 我能夠接受司法制裁 也有的 那這個這個王委員 要補充有關家屬的部分 對 因為剛才哥哥拖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會看到說 其實臺灣有很多這個精神病友 以及他們的家人們 其實很辛苦的 那包括說在去年年底 其實臺南也有發生一起悲劇 就是媽媽長期照顧 視覺失調症的女兒 其實不堪這個精神壓力 一下然後一起自殺 那他其實是後來結果是小孩死掉 那媽媽自殺沒有 沒有成功 就是有救回來這樣子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剛才提到說 其實政府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比如說我們一直在倡議 是希望能夠爭取到 這個照顧者的支持專線 因為現在目前有民間團體在做 那光是他們民間團體 做了兩條專線 一年就一上萬隻的電話打進來 就是這些家屬 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又或者是家屬想知道 我可以怎麼樣來避免掉這樣子 可能未來會發生悲劇的可能 又或者是我怎麼樣可以協助到 我的家人們變得更正常的情況 那包括說像這個病友支持團體 等等部分 這些也是我們長期在說的 其實國外也都有這樣子的機制 或是有這樣的團體 也是政府或是醫院團 一起來協力 但是目前在臺灣 這都是非常缺乏的 那問你照護者專家屬專線是幾號 其中一支是疑點的 就零二二二三零八八三零 他們希望是不只是治療 可以更需要的是過日子 對於這些家庭來說 這些病友們離開病房之後 回到家裡 怎麼樣在這個社會上繼續相處 怎麼樣讓自己穩定下來 其實都是更重要的 文老師要補充 就是我這邊知道三個協會 如果家裡面情況比較辛苦 然後需要有協助的話 一個是伊甸基金會 下面有一個活泉之家 然後第二個 什麼之家 活泉 活泉 就是那個泳泉一直冒出來的活泉 然後第二個是家連家 他們也是一個協會 怎麼協 家庭的家 兩個家都是家庭的家 然後中間是連結的家 家連家 然後第三個我知道的是新生活協會 心是良心的心 安心的心 對 這大概是一些可以沒求資源的地方 還有一個資訊者聯盟 這是民間的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訴求 就是政府可能應該要有 比如說家暴轉嫌疑 三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就比方說如果這是楊先生 我的媽媽 他已經是那個筋疲力竭了 那心力交瘁 所以他可以打這個電話 請求協助 是 因為這間 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看到這些民間團體 做這個專線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工作人員 都是曾經走過這個協助 自己的家人 在這個疾病的醫療室上面的 走出來之後 會希望說這些照顧者 不要像我過去這麼的辛苦 可以讓他知道資源在哪裡 因為現在資源 其實相對的少數的情況下 其實很多病友回到家裡之後 他的家人也不知道資源在哪裡 可以給他什麼樣的協助 透過這樣的專線 讓這些人可以 實際上也是很多是病友團體的家長 他們來協助其他的家長 走過那個滿滿長路 瞭解